陳老師 日經的新聞整理了這一張圖表 這一張圖表裡頭講的是疫情過後 包含了美國印鈔救市量化寬鬆 包含了各國只能盡量的舉債紓困 所以各國的債務來到一個歷史型高點 而我們去看前兩次的高點 前一次是引發了二次世界大戰 再前一次是引發了一次世界大戰 是的 我想我們如果有機會 來回顧一下的話就發現說 歷史有很多的事件它會不斷的再重複 尤其是我們在看到現在的一個政客 他們的習慣就是說 我只要能夠發債 我只要繼續發銀子的話 我把眼前的困難度過去就好了 沒有去解決問題 所以我們看從這麼多年下來的話 這個債務不斷的是在增加 08年的時候全世界都開始感受到 這些金融危機靠什麼 結果還是政府要去發債解決 到了這個我們看到這個金融風暴也好 後來的事件也好 中國大陸能夠帶動世界經濟成長 其實中國是怎麼做的 也是發債 其實中國發債是非常驚人的 因為中國共產黨幾乎沒有債務財政紀律的概念 幾乎沒有 那麼同樣的在美國的情況也是一樣 我就繼續發債 反正他們英文有句話 Keep the cane down the road 我繼續踢下去 我繼續這樣搞 可是實際上 每一次在這個過程裡面 尤其這一次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從這個新冠疫情導致的 然後俄物戰爭導致這個糧食危機 人員危機 我們現在看起來實際上 還有這個屬於 我們講社會的危機 因為很多的窮國家 低收入國家目前有75%是吃不飽的 所以這一次加起來很嚴重 所以有的時候大家一看說 那我們要不要大戰了 其實某個程度要看你的定義 如果說從這一次的看起來 年初習近平跟普丁 他們發表的聯合宪宴裡面 講到是說雙方的夥伴關係 是沒有止境的 其實就是一個核心 那你在看來美國跟北約國家 目前包括把南韓 把日本帶進來 這個就是很明顯的 所以我在一年多前 至少一年多前就講 我們現在就是一個新冷戰 什麼時候在 天空在戰 海底在戰 在這個網路世界也在戰 誰是都在戰 只是看你的定義不同 那我們要回顧頭來看 我希望大家能夠理解一下 我們來看下一章 讓大家理解一下 我們目前 如果看那個債務怎麼樣創新高 各位 中國在過去提出來 所謂的一帶一路 或者國內不斷的搞建設 面子工程 坦白講 中國的債務成長是最驚人的 他從這個08年金融危機 他的負債是GDP大概是160% 他168就夠高了 他現在是GDP的320%以上 Double以上 然後呢 裡面有一些錢是國內的這種 沒有辦法產生效益的這個基建 另外一個就是一帶一路 給別的國家 所以這樣看起來 這個國家不破產也很難 所以他很快把自己衝上來 他沒有想到是說 他跟美國不一樣 美國是因為美金是他在玩的 美國人要花債我們都得買 中國你花了債誰買 這個就是個大問題 所以這樣看起來的話 如果中國目前的債務出危機 那麼其他信息市場也會有危機 因為會連帶 還有一個就是剛剛也有提到一點 就是說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能夠花債 讓經濟成長好 那如果經濟不成長 我們看下一頁 這個是昨天 世界銀行發布的 這個經濟的展望 從這個圖裡面可以看出來 中國在怎麼樣說 我們今年經濟可以達到多少 沒有人會相信 老實講 我們是連他用做數字都不相信 他會做得出來 連做都做不出來 那這個世界銀行 其實有講最悲觀的情況之下 中國一定是四以下 我們很早就預測是說 3.5%比較可能 而且是做出來的 但是呢 這個情形就顯示出來 當全世界的經濟不成長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清償債務 這個中國地方政府就很清楚 中國地方政府的財政 是靠土地銷售 他沒有收入的時候 只要減薪嘛 那通貨情況之下 還有一個有消費嗎 所以這個情況看起來 經濟是不妙的 那我們這裡面有看得出來 就是一件事情 中國其實是這次負債裡面 可能是面臨的問題 也最嚴峻的 那我們來看 因為現在有戰爭 有新冠疫情 有供應鏈 所以通貨膨脹壓力 大的不得了 我們現在擔心的是 停滯性通貨膨脹 有沒有可能 當然有可能 但是呢 也有沒有機會避免 也許有 不過一定要升息 所以我們這次看到這個聯準會包爾出來講話 我記得這一次講話是對的 他是說我們基本上是不惜一些代價 他說我不保證軟著陸 意思就是說我準備硬著陸 那硬著陸就是準備衰退 因為這個東西一定要摔掉 或者你加息了之後 資本支出全部減少 消費減少 通通都減少 所以這個是很現實的事情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再打個槍 陳老師 可是一升息 他的國家債務的利息 光利息就增加 是的 這是一個很大的艱難 是的 那只是說現在大家都有很大的債務問題 日本的國債也來到新高點 美國的國債也來到新高點 歐債也是新高點 歐洲事實上也更經不起生息 我應該這樣解釋 其實因為歐債 在這個之前 曾經有過一次主權債務危機 基本上他們成立了一個機制 叫EMS EMS就是說 我用各個國家的保證 去花三個A級的債券 讓你們資金成本降低 然後那個時候去救 比如說像西大士最明顯的例子 這一波他們也要成立 因為他是要做一個金融的整合 所以如果意大利出事 而且Mario Draghi 就是那個時候ECB 他最清楚 基本上EMS可以拿來救他 所以反而在歐盟的部分的話 不用特別擔心 因為他已經有機制了 美國也不用擔心 為什麼 因為美國華債你就是 機器觸單 中國呢 你現在外人誰要去買 所以這個是有問題 而且他的 基本上我們 我們看實質利率是負的 這個是沒有吸引力的 而且不像美金會升值 這個就是一個差別點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理解一下 說有這個問題在 那如果說這樣升息了之後 我們就產生了一個效果 很清楚 這個幾個月來 今年以來資本流出的部分都是從新興市場國家流出 而且裡面中國流出的是特別嚴重 你想想看如果是中國有錢人誰不想把錢拿出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其他的國家沒有中國的錢 那其他國家也會有問題 那所有的國家都期待說美元會升值 所以美元在今年前四個月資本的流入是基本上 是去年同期的1.5倍 而且會持續 我們就看美元指數就知道 所以這種情況趨勢已經形成 那這樣的話 我們大概可以理解一下對中國是怎麼辦 中國的債務泡沫這一次可能會很辛苦 剛剛也提到恒大 恒大只是它諸多的地產開發商之一 它整個經濟是靠這個地產業 地產業對它GDP貢獻是29% 那現在地產業一個一個要出事 所以這裡面可以看得出來是說 它的這個泡沫經濟這一次可能是很難持續下去 我們再看下一頁 我再跟大家解釋一下 如果我們來看一下那個這邊黑色這個圖 你解一下 它今年地產商美元債 直到七月份還有一個高峰 所以說因為今天恒大其實去年就出事了 他們偷偷偷把國內的債先還掉之後 國外就讓你倒掉 其實它還有陸陸續續很多 那地產商如果都不行 老百姓怎麼買 剛剛講一減薪了之後 你房貸你繳得起嗎 所以這裡面你收入又沒有 所以這個習近平是一手造成中國經濟 變成如此的混亂 然後你看左邊那個另外一個圖 中國的家計負債 其實它的家計負債就是房貸 占GDP的六十幾% 我看它怎麼還 所以整個中國經濟都綁在房地產裡頭 因為最大GDP貢獻占了29% 太高了 所以地方財政收入也壓在房地產 然後一般家戶的所得 錢都壓在房地產 所以房地產泡沫的話 它會有全面性的影響 所以說它現在就是說 我們在換屆之前 基本上一定要面子工程 看起來就是很似太平 一完了之後 你會發現所有的這種東西 因為這個經濟的問題是 你脫越久越嚴重 你現在看看小老百姓怎麼樣過日子 那個房貸裡面要違約多少還有一個 它的金融體系有問題 因為你看看現在鄉村銀行或其他銀行的 拿不住錢來 主要問題就是說銀行的呆帳太高 那去年地產商出事的時候 他們不准銀行抽銀根 不能抽銀根 我銀行呆帳就要吃下來 那吃下來之後我怎麼放款 就你會吃掉你的資本就沒辦法放 所以它整個這樣子的拖拖拖的結果 就是問題越來越嚴重 所以它潛在性的金融市場裡面 事實上流動性的問題還是很嚴重 那我不相信它這次能夠輕易的 再靠印鈔票來過這日子 所以我們必須要很謹慎的來看待 中國的經濟 好 我們稍後回來